在這個民眾之聲的donate先行有傳出說 流到木可的帳戶嘛 然後許甫在被約談的時候 他說這是因為當初相信李文宗 覺得他不會把錢私吞 所以才會轉到木可這個公司裡面 但是這樣子以一個政黨的donate進到公安公司 是不是也是一個不太正常的管道 許甫的一個說法可以看出說 到底他忽然間把李文宗切割 然後去說事情是李文宗 去成立木可公司 然後把他們的民眾黨應該屬於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屬於民眾黨他們的财產 然後轉到的木可公司 那許甫這個說法好像在切割李文宗 那如果這樣的話 難道他們現在有想要把李文宗變成余文這樣的角色嗎 這一個讓我們有一點好奇 很遺憾啦 過去柯文哲從政打著清聯打著透明公開 說不會經營黨營事業的民眾黨有了木可公司 柯文哲在痛批藍綠有什麼樣的基金會的設置 結果呢自己還一口氣成立了兩個基金會 現在木可公司還有柯文哲民眾黨相關的基金會 加上政治獻金的賬戶 彼此之間的金流的流動 相信就是簡聯現在偵查的重點 那看起來似乎就是一筆大爛帳 我們真的期待呼籲簡聯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非常嚴謹的偵辦之後 讓真相水落石出 國願現在有傳出民眾之聲 民眾的斗內可能出現在木可的帳戶當中 會希望檢調還是查清楚不要放消息嗎 沒有啦 卻從來路不明莫名其妙的消息 真的無從評論